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下职业生涯首个全运会男单冠军 在新一期的世界排名中 樊振东高居第一 是世界南拼的一号人物 这次热身赛 樊振东在1%决赛迎战周凯 首局比赛 双方打得难解难分 比分交替上升 时评后 樊振东敢于出手 连得2分以12比10拔得头筹 随后两局 樊振东一鼓作气 以11比8 11比9胜出 局分3比0 零跑 第四局比赛 樊振东打得略有松懈 周凯反而放开了包袱 打出了几个高级球 并以11比8扳回一城 第五局 樊振东重整旗鼓 橘墨顶住了对手的反扑 以11比9锁定胜局 从而以4比1立错周凯 打进8强 马龙首轮面对刘叶博 一度以1比3落后 但他顶住压力 连赢三局以4比3上演逆转 8分之1决赛 马龙迎战2001年出生的全开源 首局比赛 马龙进入状态较快 高质量的进攻 让对手办法不多 以11比3先发制人 第二局 全开源的进攻稍见起色 但局末自身失误增多 马龙以11比9再下一城 第三局 马龙突然失去了手感 正反手进攻接连出现失误 全开源火力全开 以11比3胜出 随后 马龙没有再给对手机会 打出了两个11比7 从而以4比1战胜全开源 晋级8强 许欣在1分之1决赛迎战梁野宁 前两局 许欣打得较为顺手 没有遇到对手的太多挑战 以11比5 11比6胜出 第三局 梁远宁的状态略有好转 但在许欣面前还是难以施展 许欣以11比7拿下 第四局 许欣控制住场上的主动拳 顶住了梁远宁的冲击 以11比6锁定胜局 从而以4比0完胜梁远宁 机身男单八强 男单其他场次 海南小将林诗洞 以4比2淘汰了袁立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